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太极拳中的松沉 我们知道呢松沉呢是检验一个人太极拳是不是入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志 那么没有松沉呢我们就不会达到气沉丹田 也不会做到呢脚底下有根 那么更不会做到呢就是虚实的一个分清 那么打出来太极拳它就没有那种太极味 那么太极拳中的松沉它是怎样做到的呢 好大家好我是那太极 最近呢在跟我们的学员讲拳的时候 可能呢大家关注到我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松沉 好也就是说呢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呢要松沉 也就是说我们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无论是你想上步也好 无论是你想撤步也好 都是呢先做一个松沉 沉好合好 然后再动脚 那我们要想做到松沉呢 首先在上面来说呢 我们要提顶 就是说呢我们的松呢 它是一个向下的 但是呢你一味的向下 全部向下走 那么这个呢就叫松懈 然后呢我们再看在动作中的一个松沉 你比如说我们想往前上步的话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沉下来 那么沉下来呢才有利于我们把这个尽力 就是呢松沉到脚底下 脚底下呢才能稳 才能呢有根 另外一个呢你松沉 沉下来之后才不会呢就是气啊 就是横气填胸 好比如说我们五式太极拳的母式叫懒扎一 这个时候呢你看啊 我要向前上步的话 这个时候呢我一定是要松沉 沉好 那么沉啊沉到这个腿上 这个在沉的时候呢你看啊 在沉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呢前面这个腿呢 它就产生了这么一种被迫上步的一个感觉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步呢 它不是呢主动向前卖出去 那我们看啊你主动向前卖步的话呢 它就失去了身体的一个整进 啊就是不是一个整体的 太极拳讲究呢一动无有不动 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沉好 好我们走一个松沉 好沉好和好 和好了之后来你看和好之后啊 那么我们这个左脚呢 它的上步是一种 好像呢是被后边给它压出去一样 是这样的一个上步 所以说呢太极拳 那么它呢是叫被动打拳 也就是说呢是在腰的指挥下 叫上与两脖相细 下与两腿相连 都是这么一种整体的 都是一种整体的一种劲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啊就松沉的关键呢 就是在于我们腰胯的一个转换 我们在沉的时候啊 我们在沉的时候这里呢 我们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腿根 我们叫胯根啊腹骨钩 这个地方呢你看它向内合 就是胯呢向内旋啊 有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么胯向内旋呢 这个时候呢你沉下去之后 我们的感觉呢就是 屁股呢是坐在一个高板凳上一样 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腿呢 就形成了一张腿弓 那么这个腿弓呢在膝盖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断筋 那么断筋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这样啊 哎有时呢这个张弓它折了啊 它折了就是用不上筋 好我们呢是用找两头 两头的弯曲啊 用我们的胯找脚后跟 好沉下来 那这个时候你才能感觉到 这个沉它是最稳的 所以大家呢对于松沉呢 一定是要慢练 慢下来慢慢的去体会这种感觉 好所以说呢没有松沉 那么你打出来的太极拳 就失去了太极拳应有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传统太极拳 有的呢只能是在模仿外表 而不得其理 这也是呢我们学习太极拳 一定是要跟着老师去学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传承 有了正确的传承 加上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 好请关注我带你一起学习